那秋天落叶黄是真的啊这个季节呢大家尽量的在浇水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水分不要给他们缺了水 但是同时呢你要观察一下你的植物是否还在生长 如果说不在生长的那些你像我这个前段时间缺过水之后因为我父亲住院了 缺过水之后呢它有一个大面积的黄叶尤其是枝子花它黄的会特别明显 大家在自己养花的时候尽量的有时间的话不要让他们缺水一旦缺了水呢就就会黄叶的 还有这边的这些枝子花都是缺水缺水了之后呢就会黄叶 所以说很难受啊尽量的还是保持一个充足的水分 因为这个季节一旦缺水的话它跟春天还不一样 春天的话你缺水它最起码它自身的一个营养啊一个供给能力生长能力是比较旺盛的 它可以通过自己拼命的长根系而现在这个季节呢它长势慢了 你缺水了呢它只能代谢自己那些没用的黄叶 因为它要保留自己它要把更多的养分留给明年春天 所以说它现在呢只是让自己长得更粗而不会长很多的新根和新枝条 所以说呢这个季节就是跟大家最重要来来回回强调的这么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缺水 您啊您啊一定也不要让它积水 积水的话也烂得快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它水分的一个抽花啊 包括自己的一个往上拔水的那种能力也变弱了 所以说呢您在养花的时候这个季节千万不要积水也不要缺水 这个呢就比较难把握了地灾的话呢就比较好把握啊 但不要让它在低洼的地方积水也是比较OK的 那么入冬之前呢大部分的一个花啊它都会进行最后一波的开花 如果说您想看花的话呢您就留着花 把那些个蝉花包啊包括那些白叶给它修剪一下啊 如果说您不想看花想让它明年开的更多的话呢 您就现在就可以把它的花包都剪掉 你像蓝雪花这种像这个蓝雪花 我前段时间的时候都没怎么照顾它 它现在又开花了 其实现在呢也可以把它的花包给它修剪掉 然后搬到室内换一个大点的花皮了 我过两天我会收拾它 这个狗牙丁香呢是就是狗牙花嘛 人家都说它叫丁香它开了整整的一下天 从来了以后就一直没间断的开 那现在天冷了以后呢它慢慢的花包也不开了 黄叶子也多了 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把它的花包给它剪掉了 像这种花包的话呢 我就建议大家也是可以给它剪掉 剪掉一下呢让它本身的母体去寄产更多的养肺 明年再开花去了 你如果不剪的话也没什么大问题 它就是黄一些叶子啊什么的 还有这种一般的这种花只要出来乳白色叶体的 大部分都会让你的皮肤过敏什么的 甚至说有一些人会感到身体不适 所以说呢大家尽量的像家族逃科的 尽量的不要用手直接触碰 像这种带枝叶的尽量不要让小孩 让自己的宠物去用嘴啊去舔他们 基本上都有毒 那么前段时间不也是说哪个催眠 叫什么催眠的那个 吃桃给吃出来中毒了吗 尤其是咱们养花 你在不明白是否可以吃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吃尽量的不要吃 如果说确定可以了 您就可以尝试一下 那金鱼花呢现在是开的比较多 这个是金鱼吊篮 因为金鱼吊篮啊 口红吊篮啊 还有一些个球篮 就大部分的像这种吊篮类的一个花会呢 都喜欢在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开花 因为它喜欢在比较冷凉的时候开花 因为你像这种多姜植物啊 还有多肉植物这些个 它大部分都是在这种比较冷凉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胖嘛 像咱们比较肥胖的花友呢 都喜欢在比较凉快的时候出去玩 那比较天热的时候 它自身一个运动量会比 那种瘦一点的人会大 那么他们也是一样的 喜欢在冷凉的气候开花 所以那现在呢 它是开花的好时间 您就不要把它的花给剪了 像木本的那些呢 它喜欢在春天和夏天 还有入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喜欢开花 那现在入冬之前呢 您可以剪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千万不要搞错了 那这个呢 过段时间我会拿到室内 正常的试费 正常的一个养护 好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入冬之前的一个浇水 还有这个 一个花波的一个修剪吧 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分享 觉得不错 您记得点赞 其他的话问题呢 记得视频下方留言 我给大家一一简单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整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好看